《河西阿书》第十二章 他在伯特利遇见神 神在那里对他说话 耶和华是万君的神 耶和华是他的名号 所以你要靠着你的神归回 谨守忠信和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 以色列是个商人 手里拿着诡诈的天平 喜爱欺压别人 伊法连说 我成了富翁 我为自己发了财 在我所有的收益中 仍不能找出我有什么罪孽 可算为罪恶的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必使你再住在帐篷里 像在节日的日子一样 我曾对先知说话 加添许多异象 又借先知说比喻 在激烈仍有罪孽 他们实在是没有价值的 他们在吉甲献牛犊为祭 他们的祭坛 好像田间离沟中的石堆 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 以色列为得妻子而做工 为得妻子而替人放羊 后来耶和华借着一位先知 把以色列从埃及领上来 也借着一位先知 以色列得蒙看顾 伊法连大大的惹了主的列怒 所以他的主把他流人血的罪 归到他身上 把他当受的羞辱归给他